考了成绩出来了是吧 上次考了33分 这次考多少分 你又是想做我就直说 这肯定又是没考好 你说我是不是每天都按12点的辅导你作业 你真让你对得起我吗 你要是不按12点辅导我 还能考好点 你的意思还怪我了 中斤你自己看吧 96分啊 对啊 那可以啊 那你咋不敢说的呀 这你们老李家煮上三天他也没考这么多飞啊 这不是煮肥冒青年了 这是煮肥冒狼烟了 这也是我的功 你说你想吃啥 我请客 我想去草原吃烤羊肉 那不简单吗 走 这东西 真香 你都写错了 你看人家这道题为你哈 14个小朋友玩捉迷藏 已经找到了6个 问你还有几个小朋友没被找到 14减6等一期啊 你这是咋算的呀 不得有一个找的吗 都藏起来了 谁找呀 你玩过虫子 妈妈 嗯 就剩这最后一块肉了 你吃吧 我不要 你还真吃呀 不知道你孩子说不要就要的意思吗 哎呦 你妈 我的天哪 你这是跟谁学的呀 啊 是不是手机又看多了 天天整的也没用的 你平时不是都跟我爸爸这样说话的吗 为了好好吃饭吧 吃麻烦还得去写作业呢 要不要再给你盛点饭呀 不要 不知道你孩子说不要就要的意思吗 上一年级了 我希望你每次考试都能及格 我希望你不要多管闲事 我希望你没事少气 我希望你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哎 等会儿 离近一点 离近一点 看在那脸头 再涂一次 再涂一次 离近一点 离近一点 这脸头 你别笑 声本 声st 声 声st 啊 什么呀 Ε 哈哈哈哈 你别笑 大夫 我有个事情想咨询您一下 就是家里有个病人 六岁半了 症状他就是你让他学习 他就犯病 你要让他看手机 他这个症状就立马缓性 就是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不想学习想完综合症 我没听说这个病啊 最近两年才有 不是他这个病好治吗 这个病啊 这怎么治呢 打一顿啊 打一顿啊 用棍子打一顿啊 那就是没有棍子用这个鸡毛打子刮睡不 也可以是吧 谢谢大夫 有什么事我这联系你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十五减八又不会 你在台上一年级 我得扶到你几年呀 看着 看这里 十五减八 五减八不够减 你向前面借一个数 对不对 那你借下来之后 他是不是就变成十五减八了 对那五减八又不够减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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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跟你讲了多少遍了 二十六减八 六减八不够减 你向前面借 又借 上次借的还没还给人家呢 还好意思借 不是李佳琪能不能别气我 你能不能别整个业没用的 你给我借啊 我是真不好意思借啊 要借你借啊 我看着你借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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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是不会是吧 我会 就是脸皮包 没你的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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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这么难 妈妈 嗯 你是不是把我 昨天晚上尿床的事告诉人家了 哈哈 没有啊 全家人就你一个人知道 不是你告诉的 是谁告诉的 哈哈哈哈 我闲的 我孩子尿床了 我出去跟人家说 啊我孩子尿床了 我有病啊 不是我告诉的 你拿什么证据证明 不是你告诉的 你要证据啊 小朋友啊 我有没有把昨天 李佳琪尿床老师告诉你吗 没有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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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是小棉袄 你咋就是漏风的呢 叮叮叮 还得是我儿子呀 天天啊 他是能帮你活花拜 还有信用卡 他最起码不会像你一样 天天只会怼我 嗯 你还是太年轻了 等他给你药车药房 要你带孩子 你可就不这么想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你懂的挺多呀 哈哈哈哈 百年以后 他得要你保佑他 要不然 连职都不跟你说 哈哈哈哈哈哈 你这样说我心有点慌了 哈哈哈哈 他不诊呢 啊 我又不到位 他得挖出来 说你影响风水 哈哈哈哈 再重新买一次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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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妈妈对你好 你会对妈妈好吧 哈哈哈哈 看你表现 看我心情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你别笑 哈哈哈哈哈 很多ilateral